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多件 综合的文件统统外泄了 对乌克兰战局是不利的 因为老美其实蛮厉害的 它渗透俄罗斯的安全部门 渗透安全部门以后 很多俄罗斯的机密 它就转给乌克兰知道 现在这个机密外泄以后 俄罗斯一定会堵 这个消息谁洩漏 那个消息谁洩 堵搞不好抓人 枪壁关起来 然后堵这些漏洞 美国就拿不到这些情报了 乌克兰战局就可能 没有办法受到美国的协助 之前一直说 乌克兰怎么厉害 都知道俄国谁到哪里 去把他斩首 把他炸掉 所以因为他那个通讯系统很厉害等等 搞半天搞了这间谍很厉害 这就是一个偷出来的文件 判断是这个文件是之一 偷出来以后 比如我现在参加个会议 或者我在机密房间里面 download了下来以后 他因为有折痕 就是把它折痕以后带出来 带出来后再传给大家 所以这个文件上有折痕 你看没有 它有折痕 有折痕 因为它不可能一整张带出来 折很小 然后偷偷地带走 所以有折痕 所以就从这边也许可以知道 到底怎么 你看没有折痕 这么清楚 看到没 把它折起来 而且它不但渗透了俄罗斯军队 还监控南韩 以色列 英国 在几年以前你就听到说 美国去监听法国总统 德国总统的电话 你记得吗 搞什么很尴尬 我们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我们都是盟友 对 你是监听我们梅克尔的电话 马克宏的电话 你太恶劣了吧 老美说管你什么恶劣不劣 谁的电话我都要监听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文件显示 俄罗斯战机在乌克兰附近 差一点把英国的侦察机 把它击落下来 一个英国的叫做卯街的侦察机 Rivet Joint 两架苏凯27战斗机 差一点 最近的只差了4.57公尺 很近 没有多远 所以这情报都泄漏了 另外乌克兰反攻计划也外泄了 美国的中东印太情报 也被翻拍有上网 拿出来翻拍有上网 都出来了 Telegram上也有登了 所以西方安全之下是美国自己人泄密 应该是 就像以前Snowden Snowden也是 有一次我到 我看到哪里 秘鲁 下了机场 到秘鲁下了机场 因为我要去看一些岛等等 突然发觉一堆机也在那边等 我想记得拍我 我也有这么伟大 跑到秘鲁来拍我 他们在等Snowden 那时候船船Snowden 要从俄罗斯逃到秘鲁去 对 Snowden 後来那班飞机没有他 所以认为是美国人 之前才抓到一个 美国的很重要的人 他把机密都给古巴 从年轻给 给了30年 后来他也不是拿钱 他通通没有要 他就看不惯美国 对古巴的政策 有很多人是这样 他可能心里面倾向左派 倾向共产党 他在政府里面工作 看你们这样干 情报团队这样干 火大了 也没有 也并不是说拿了钱 做什么间谍 不是这样 Snowden就没有 对 Snowden也没有 韩国 以色列 土耳其 瑞典 挪威 荷兰 德国 英国都被奸了 中间还牵涉到丹麦 因为台底电人 在丹麦那边要转接 丹麦还协助美国 几年以前就曾经协助美国 窃听德国总理 现在南韩也很尴尬 南韩说你们美国搞什么 我们让你在这边 这个飞弹 那个飞弹 这边装来装去 基地给你们用 你还偷听我们 南韩说我要进行必要的沟通 沟通也没用了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做这个事 只是你卸出来就很尴尬 你叫人家德国总理 法国总理不是很尴尬 南韩说你不尴尬吗 国会议员一定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等等我们看一下 湖通炮火站天天上演 像这样的自走炮 许多都是由西方国家提供 但却传出相关机密文件外流 来自美国五角大厦的机密文件 竟然被翻拍截图放上网 主题包含中国大陆 伊朗北韩 当然还有俄乌战争 文件列出3月1号 当天战况汇报 包括乌军部队位置 还有接下来的武器援助时程 都写在里面 而且照片里的纸张还有折痕 可能是当初窃取机密时 对折方便攜带 由于俄军死亡数字 被大幅篡改调低 乌克兰猜俄罗斯 就是偷机密主谋 五角大厦已经展开调查 你怎么看 这里面当几个层面 首先你看到 跟盟友之间的互信 一定会出现很大的裂痕 我先可以讲说 在短期之内 这件事情会 在表面上看起来就贫富了 但是它引发的那个不信任感 是长长久久的 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年看梅克尔传的时候 梅克尔传当中 其实有特别提到 你要知道其实像马克尔 那时候是 美国的总统是欧巴马 欧巴马是非常崇拜梅克尔的 他自己在很多的地方 都表现出来 他非常崇拜梅克尔 可是梅克尔在那个时候 知道说美国在监听他 他是非常的生气 然后大骂美国驻德国的大使 就书里头都有传述 那个整个的细节 然后直接打电话给欧巴马说 你们怎么可以 这样子对待你的盟友 但是梅克尔在当下 还是把自己的怒气给压下来 然后决定跟欧巴马 一起出现在德国的街头上面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德国跟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 不是那么快就能够断裂掉的 但问题之后 梅克尔就再也不信任美国了 关键就在这边 我当下我必须要表演出 一个我们的盟友关系 并没有被破坏 但是从此之后的不信任 那个种子就是埋下来 到今天为止 你认为希尔斯他相信美国吗 他从头到尾就不相信 因为梅克尔在当总理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是担任财政部长 所以他也是被监听的主要的对象 所以盟友这个不信任你看 那时候在所刊登出来 这个窃听的名单当中 其实主要都还是五眼联盟以外的国家 可是这一次英国也被窃听 这件事情恐怕 所有五眼联盟底下的这些人 包括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 恐怕心里头都有他的忐忑不安 第二个面向当然就是 对乌军的情势不利 因为乌军的几个协助 就美国协助乌克兰 一些情报来源 有可能因为这个曝露出来了之后 完全被俄罗斯截断 而且乌克兰实际上面 在战场上的不利状况 也摊在世人面前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各国都会配合着 你已经公布了你的印太的 这个部署情况 当然你就可以想像 中国大陆就会随之而调整 他的印太部署的一个情况 不过最后想要提一点就是 为什么美国就每隔几年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 大型的泄密事件 但还记得在越战期间的时候的 越南文件 那时候是纽约时报 然后接着后面还有包括了 就申喉隆 就水门案 这个当然不是在国际上面的 但是牵涉到美国非常机密的 内部的一些监听的一些情况 然后后面的史诺登的事件 到之后的北溪到底是谁炸的 大家还记得传奇记者所说的 就是美国炸的 而且是联合挪威 然后到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虽然很多人讲说 这个是俄罗斯的骇客所为 各位你如果看过那个推迟上面 那个照片的话 他是这样折起来的 然后接着翻拍的 我不知道骇客要如何去取得一个 折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那他其实很多都是他内部的人事所为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像史诺登 我看过史诺登文件 他里面有详细叙述说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他怎么样小心翼翼的 去把这些资料给影印下来 他说当他决定要把这些文件公开的时候 他跟别人开会 他手上有手机 他一定把手机放在 就把它当到关机 完全的关机 然后接着把它放在 距离他开会的地点 非常遥远的地方 绝对不把它放在身边 他说因为即便关机 都在监听当中 因为他自己在执行这个监听任务 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 苹果这些手机 随时在监听我们的电话 即便你把它关机了 所以史诺登 所以美国为什么怀疑大陆 什么华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做什么 你们一定也在做这样 这边by the way 稍微的提一下 因为最近他们要制裁白俄罗斯 所以告诉白俄罗斯 他的专机 是随时有可能播音操作 就让他坠毁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美国担心别人的后门 事实上他一直不断的有后门 在他所有的仪器器材当中 但是我要问的是 你知道像史诺登也好 或像这一次 Twitter上面公布出来的 他们其实都无所求 他们无所求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 其实正被践踏中 我觉得这个都回到 权力政治的本质 因为国家追求权力 而且要像美国这种超强 他是不想被人家超越 或害怕被超越的 所以情报站 或者情报的收集这些等等 应该都过去以来 都没有停止过 只是说在二无战争 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情报也扮演着重要的 这个胜负的关键 当初决定会不会打 应该说预判会不会打 其实应该也是从这些情报拿到 然后美国才这么笃定说 俄罗斯要打 只是说乌克兰 为什么没有相信这个情报 然后现在这个泄露出来之后 我想不管乌克兰也 或其他的包括美国的盟国 俄罗斯是不用谈 俄罗斯是绝对早就知道说 美国一定有渗透 只是说盟国这部分 大概会比较觉得 因此好像彼此的信任感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不过如果说从国际政治 权力政治的本质来看 任何国家可能都必须思考 跟你再好的朋友 如果国家来讲 他都还是会渗透你 还是会截取你的情报 因为彼此会担心 彼此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 只是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到底对整个俄乌战争的发展 会变得怎么样子 到底是尤其是乌克兰 他的态度会变怎么样 他是不是会变得比较 想说我要完全自主的来决定 我自己的未来 不能再依赖其他人了 或者是说他总算觉得说 我是不是被卖掉了等等的 所以整个情报的事情 我认为还是会影响到整个俄乌战争的后世 相对来看就是说 我们现在 现在台湾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就更不用谈 美国也非常在意整个台海跟台湾 包括我们的产业像台积电这些等等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被渗透 一定有 对 我们的情报被收集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 从这个外泄里面我们要去 非常谨慎思考我们自己的 这个情报安全的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说 美国为什么他这个 他这个泄密是美国很泄密的吗 还是说是谁泄密的呢 如果说是美国内部泄密的 其实也代表美国也是被渗透的 美国也是被渗透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各国之间 就渗透来渗透去 整个情报站 现在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即便是在这种网路的时代 可是这个情报站 还是扮演着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所以结论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国安局其实很重要 国安局不管是在反渗透的部分 或者情报收集的部分 都对我们整个国家安全的发展 非常重要 我们情报局 我们国安会 国安局应该去渗透美国 去在拜登那边装借听 我保证蔡英文是被美国监听的 我保证这些民进党这些头头们 美国不监看不监听你们才怪 怎么可能不监听 刚刚警官有说乌克兰 乌克兰 美国一直后来跟他讲说会打 后来有问责的事情 说你为什么不告诉 为什么不紧张 他说我不能讲 我一讲就跑光了 所以我不能讲 那个时候其实他就算知道了 承认了 他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所以他就干脆不讲 让人不能跑 一打就立刻下令 20岁到几岁 60岁的人 男子通通不能出国 所以难民1000万 都是女的或老的 壮年男子其实很少的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老共现在军演说三天 70架共机 这是到昨天在台海操演 所以国军代表 把我们国军累死了 然后我看什么国防部长 参谋总长 甚至海巡署 都不能回家 都要在那边待命 然后所有的飞官都待命 真的很累 我们F-16 飞上去一次2万美金 油料跟他零件的魔号 就2万美金 每天这样搞你 所以搞这些飞官 任期逸满 赶快都要退役 也不要想干 精神压力也很大 家人精神压力也很大 很多还提早 好 那到今天 已经4个小时 今天上午 6点到10点 你看国防部公布 今天10号公布 金城6点到上午10点 老共 苏凯30 歼10 11 15 16 轰6 通通来的 运输机 运油 空警 等等 来了59架次 然后 其中超过一半 39架次 超过中线 就是我们西南 东南空域 共舰有11艘次 等等 它的山东号 潜舰 航舰编队 航空母舰编队 航空母舰 进行演训 而且还看到 它的战斗机起降 之前说没看到 说他说安静 没有看到甲板起降等等 另外 他现在说扩大洗澡区 他主要要加大威择的力道 另外在恒春 看到反舰飞弹车进驻 老百姓看到 你看在屏东的这个 风景区里面 恒春办法分野有看到 另外他们最近的媒体说 反正老美如果 对台湾挺台比较强烈的 或是政要访台的 然后美国去主张自由航行的 然后涉台政策发布的 然后重大军售案公布的 然后台湾的政要出访 像这次蔡英文出访的 像这些都是他的六个时机点 在加强他的军演 平常也有军演 这是可能更加强 那么另外 共军歼15出现了 所以以前没有过的 在东南海域 所以可能跟共军航舰有关 所以连歼15都出动 王美花说没有关系 LA机船并没有受到影响 就算受影响也没关系 我们有11天的安全存量 11天 11天不讲还好 一讲大家就吓死了 我们是真的11天而已 再多11天 我们冬天就11天 夏天只有7天 老共家不禁得真的去登陆 空降 因为那个东西它也 封锁 那个顺势很大 它封锁你就够了 它封锁而且卫星都看得到 哪些是LG船都看得到 它别的也不要干扰你 我就针对这几个警告你 我要登船检查 而且登船给你拖时间 它保险费就增加 那是外国船在运的 然后搞不好外国船不肯运了 或是运费增加 很多麻烦 然后给你搞搞搞 拖你个几天 你就11天就不够了 看一下 国军战机 从新竹空军基地紧急升空 解放军环台军演 国际媒体持续关注 路透社除了到新竹 还跑去基隆 拍摄国军舰艇和海巡船 蓄势待发 路透社点出 解放军这次 在台湾西南外海 模拟对美军等第三方军队攻击 海连社则认为 比起去年 虽然共军围台力道减弱 但参演的船舰军机 几乎都挂上实弹 演练内容也似乎更接近实际攻台 就连冯博社都提到 刚社团访台的众议员麦考尔认为 应该在台湾部署新链网路 以防万一 解放军每次大动作都引起区域紧张 但有专家认为 其实北京并没有那么在乎 蔡麦会的影响 布雷默分析北京占上逢原因 一个就是前总统马英九大陆行 另一个是马克宏访中 原来马克宏在北京绝口不提台湾 而且议会法国受访 就说台海问题不利于欧洲 欧洲不该插手也不该附和美国 马克宏的表态引来反对声浪 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 包瑞翰就批评马克宏 没有资格当欧洲领导人 好 马克宏说欧洲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 第三条路 他的战略 本来就是这样 现在是美中对抗 欧洲当然希望有角色 不能天天跟着美国跑 那算什么东西 欧洲不是现在60 70年代 就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才有欧洲共同市场的成立 就是担心被美国各个击破 一个都不是 所以他们必须要联合起来 力量才大 然后才有欧盟 主要的原因欧元 主要都是为了对抗美国 只是现在没办法 因为老美拿乌克兰威胁他们 别人他们都要逼着美国走 但其实你因为德国想跟美国走 法国想跟美国走 甚至英国搞不好都不想跟美国走 现在还知道被你们监视 搞不好更弃 好 大陆专家说 这次的实战意味很浓 因为环台战备再加上巡航 另外说台岛周边级关键目标 第一次成为打击的对象 麦考尔 美国最近来台湾访问的 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他说如果中共动武对台湾 美国出兵会纳入考虑的范围 这个会考虑出 也不是说一定会出兵 美国都讲这个爱爱妹妹的话 另外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格兰姆也说 他说如果劳共打我们 战略模糊没有用的 所以应该要持开放 派兵是不是一定他也没讲 来 依奉怎么看 我今天在网路上看到这个新闻 是山东威海的野生动物园里面 有一只白虎 它正在吃这个孔雀 其实我们知道 白虎它在食物链里面 它就是猎食者 孔雀它就是猎物 所以当民众大陆的民众也是全国花人 对于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 为什么白虎会在那里活吃孔雀 觉得非常意外 就去问了这个动物园的管理员 动物园的管理员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孔雀 会跑到白虎的栅栏里面去 那到底是孔雀它太过信任这个 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管理员 所以他忽略了他天生应该对于这个白虎 他就应该要保持警戒心 他就不应该随便的进入他的劣势区 我认为这个事件就像是 当美国麦克尔 那个麦克尔 他是外委会的这个主席 他说美国要不要出兵 需要看美国国会以及人民 那代表了对于美国国会来说 美国人民的利益是大于台湾的人民的利益 所以在他们考虑要不要出兵的时候 一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他们绝对不会考虑台湾的利益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台湾的民众而言 台湾民众其实都非常的清楚 我常常在跑机程的时候跟民众聊天 他们都认为台湾不应该变成美国的旗帜 他觉得他们知道美国是在为了跟 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在争的是世界霸权这个位置 但是台湾要怎么样子不落入这个陷阱 不自己踏入这个白湖的栅栏呢 我们怎么样子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唯有就是沟通对话 唯有能够保持两岸的 和平的 稳定的对话 那才能够维持台海区域的安全 維持台海区域的安全 我相信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也是执政党一定要做的 然后尤其我想不论是谁执政 我相信这就是台湾人民的一个期待 现在当然我们看到 因为麦卡锡议长跟蔡英文忠 在美国领土当中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会面 或许中国会感觉就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美中台的一个关系 会有所谓的他们必须有一些动作 我们都尊重 尤其在这段时间 他们有更激烈的一些军机 军舰等等的一些所谓 比较大动作的 然后架次比较多的 我们就是严正以待 现在目前我们也反舰飞弹车 在恒春也整个停满 这个部分也就是要去做一些戒备共军的 一些绕台的动作 就像依奉所说的 我们要怎么在 这一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但是我们也不放弃任何的沟通 可是现在中国 只要我们跟美国比较接近 当然他就会觉得说 在美中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战役当中 他就会觉得好像他们应该有所动作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一段 这个最近又传出 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个 军事机密文件外线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 好像是一个大乱战 这个所谓的一个军事机密文件 这个曝光其实有它很慎重的 一些因素存在 就是说你可以去渗透别人 别人也可以渗透你 而且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一定都知道 你可以去掌握这些情志 一定是你有一些内线消息 到底是你去害别人 还是这些有什么样的一个 内幕管道 然后把这些消息流出来 可是重点是 他现在牵扯的又是 有韩国 以色列 这些国家都出现英国 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 所谓美国去动的这些动作 然后去窃听别人的资料 然后甚至你的一个机密 从情治单位等等 我觉得美国可能更应该 要在这个区块 做比较好的一些说法 否则这会引起更多的 彼此国家的一个不信任感 美国是很强大的 军事力量很强大 我认为老共现在跟他比还差很远 尤其什么核子航空母舰什么 这些都差很远 核动力 但是美国很远 这盐水军不了进火 问题在这里 老共他跟美国比 我认为他比不上美国 他跟台湾比 他比得上你 那是怎么办 你就他旁边 他的军力越来越抢追 他那经济越来越好 刚刚易凤提到说 道路那个白虎吃孔 我就想说有一次我记得 有个台湾人跑到南非 去看野生动物园 中午的时候 看那个狮子里面晒太阳 蓝蓝的 他去跟狮子照相 他跑到狮子旁边照相 狮子还没有理他 他就拖那个狮子 你不知道怎么睡觉 起来 起来 他希望狮子活泼一点 跟他照相 是一口就把他给咬了 你就搞他干什么 他有一次在马来西亚 那个巨蟒 他有跟蟒蛇照相 蟒蛇照相 本来蟒蛇好好 他不知道怎么去弄蟒蛇 蟒客一口就把他头给咬了 所以怕一咬 因为你跟蟒蛇照相 蟒蛇在你旁边 一口咬 咬死了 所以这些动物都很凶 很凶猛 你旁边党共比你强那么多 你怎么跟他相处 这很重要 对不对 你没事去捅他干什么 西亚再回来 你怎么把那拿走 好 这么开鈴 那么 伤眼 就可以俘到 有戏 我 都不知道 我 居有点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